各位朋友,那么为什么我认为说六四已经过了28年了,我们还是应该到维园去点亮烛光来纪念六四呢? 那是因为我认为人权是普世价值,民主是没有国界的。 28年前发生的那场悲剧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全世界的事情。 它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污点。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就是要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不自由都可能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是否能够得到保障,那么香港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纪念六四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当年的死难者,也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化,同时呢也是为了我们香港自己的自由。 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不管28年还是38年,维园的烛光都不应当消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